上集说到太平公主密谋准备废掉李龙基的太子之位 不料她提前伪造的诏书却被儿子薛虫俭偿给了李龙基 这让她很是恼怒 于是拿起鞭子狠狠地抽打了薛虫俭一顿 在撒完气之后太平公主决定再一次对李龙基下手 她立即召集了自己的党员 准备密谋除掉李龙基 太平公主庆幸自己提前收买了葛福顺的四万玉陵军 要不然她还真就没办法策划此次的行动 而与此同时李龙基在父亲李旦的善让下 于公元712年在长安太极殿继承了皇位 视为唐玄宗 他是唐朝的第七位皇帝 也是历史上极具争议的一位皇帝 有人说他是昏君也有人说他是明君 那么屏幕前的各位看官们 你们对此有什么看法 就在太平公主密谋除掉李龙基的时候 李龙基这边也很快得知了消息 她知道自己坐上了皇位 姑母肯定会坐不住的 也势必要与自己拼个鱼死往过 不过太平公主毕竟是自己的姑母 又是太上皇李丹最宠爱的妹妹 如果在没有绝对证据的情况下就贸然下手 多少会让刚刚退位的老父亲寒了心 所以她决定还是在等等 难道陛下一定要等到她先下手吗 她先下手不是更好吗 陛下如果太平公主让御林军包围了皇宫 那可就是一场血战啊 陛下何必要再演一场血染场啊 姑子俩的争拳大戏咱们暂且先放到一边 李龙基刚刚登上皇位 自然免不了要开一场派提庆祝一番 咱们也跟着一起来欣赏一段大唐的歌舞吧